张三的老婆要跟他离婚 他非常的生气 心想老婆一定是有外遇的 否则不会跟我离婚 他就走到楼下的停车场 在一辆轿车旁停下 然后安装了很多炸弹 这辆轿车呢也不是他的车 是邻居老王的 然后他看着他老婆走到停车场 神奇的是 老婆居然上了那辆轿车 旁边还有他的儿子 还有老王 他当时就气急坏了 直接引爆完炸弹 虽然他儿子也在 张三还是把炸弹给引爆了 因为张三还判断不出 孩子是我的还是别人的 所以这案件各位觉得 是定爆炸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 主观上是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 他一看到他的老婆 居然上了别人的车 所以我就引爆了 这定故意杀人还是爆炸罪 我们要注意的是 你这个炸弹是在哪里炸的 停车场 公共场额 那么他就很有可能 波及到其他人 所以他这个行为构成的是爆炸罪 还是要权不动的